11月12日,有网友反映称,大理蓝天救援队队长代图敛财,并列举了十多项事件,此事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。 12日中午,接着从大理应急管理局获悉,目前大理蓝天救援队队员已报警,警方已介入调查。 根据网传视频显示,该网友反映大理蓝天救援队队长利用公益私自敛财,使用诸多手段排除异己,并称此次举报是希望爱心不被利用,好意不被辜负。 该网友称,救援队长强势队员每月捐款,在无通知、无原因的情况下将志愿者踢出群开除,队里财务公式不透明,只公式支出,不公式各类热物收入等。 视频中,该网友列举了十余项事件,并称每一件都有相关证据。 12日,记者联系上了该网友,其称,针对此事可咨询蓝天救援队队员。 记者多次拨打大理蓝天救援队公开电话,为您接通。 记者从大理应急管理局获悉,目前相关领导已知其此事,大理蓝天救援队队员已报警,警方正介入调查,应急管理局也将持续关注,事件后续进展。 那我们捐款都有啊,每个人都捐过,还有就是每个月只要五十块钱,一百多号人,一个月也还是好几千块。 费用去哪里了,用在什么地方,我们一个也不知道,我们出去出个任务,所有油钱费用,装备自己买。 这个信息我们让实地已经去调查了,现在还没有进展。 这个信息我们其实已经做了,我们去怎么办? 这个信息我们做了,我们来说我们的支持颁门,老师,我们来说我们的配置观,��头那种不同的话题 这个信息我会有阻碍地役饿过来很大的有点于任何轻舆导、您可以用给她做的事情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